哈嘍大家好,我是小妮,欢迎回来我们的虚实世界魔族包生存哦 上一集呢我们做了更多的傀儡伙伴,这一集呢我们试着要让傀儡伙伴给动起来 那现在呢这些傀儡啊都只有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呢?卖萌 那我们要设法呢,让这些傀儡可以不仅仅只是卖萌而已哦 让他真的有功能可以动起来哦 怎么让他们有功能呢?那就是让他们可以收这些农田嘛 嗯,没错,就是设法让他们收农田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收农田的话,他们会不会比较好的一点就是 那个东西就不会跑出来,就是那个会偷吃农作物的家伙就不会跑出来 还有一点就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够存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哦 目前看他的说明他是说箱子嘛,但我就在想是不是纯粹就只有像这个 嗯,放入到容器里面哦,绑定的容器里面,所以也许冰箱可以用吧 如果冰箱可以用的话呢,我就都使用胡萝卜就行了 我这边原本种胡萝卜就放胡萝卜在这边,应该也行 但是我总觉得我应该想要把小麦的数量再种的多一点哦 所以就可能要多放一些小麦,我这边也还有这个马铃薯 马铃薯那也可以多种一些啊 只是我想要增加小麦的那个种植量啊 嗯,反正不管怎么说呢,先设法让他们那个动起来吧 然后这边我是先学了这个收获核心啊 然后这边有另外一个叫什么填充核心 这个只是从标记的容器中取出物柄,然后放置回绑定的容器 这个他这样子说我实在看不懂他到底实际上是干嘛的 反正我原本有这个聚集核心嘛 那这个聚集核心呢,他就是我目前有给 这个吧,稻草的这个装备的哦,所以他会举东西起来啊 就是这个吧 那他目前还没有绑定任何的容器啊,所以 呃,我想,呃,现在先去做个箱子出来,然后绑定看一下吧 箱子其实这边就有了哦 啊,没关系啊,再做一个 再做一个箱子出来吧 等下这是什么,橡木材 不要浪费那个其他比较特殊的材料 对,这边这个储物箱呢先 这边是空的嘛,所以就往这边先放一下 往这个他的背后放一下 然后呢,绑定一下 绑定,请问怎么绑定呢 是右键他 然后再右键他 这样就行了 但是他怎么没有把东西放回去呢 是我绑定的方式错了吗 还是没有放耶 还是没有放进去 啊,他终于会放了 他终于是把东西捡起来又放进去了 哇,我不知道搞了多久了 对啊,他好像是得站在箱子上面 他才会这样做的样子 对,他得站在箱子上面 他才会这么做 我之前不管怎么怎么怎么使用他 他,他只要没有站在箱子上面 不管怎么绑定都没有用啊 现在的话我看一下哦 再绑定一次 所以现在绑定好了 那,那,再丢一个甘蔗 他应该会捡 但是不一定会放进去 对,他完全不会把它放进去 是在搞什么鬼东西 他一定得站在箱子上面哦 所以说像现在 我再把它给放在这个箱子上面 然后 我在这边呢 再丢一个东西 他就去捡东西 然后才把它给放到箱子里面去 他得站在箱子上面 这是什么跟什么 啊,不过放在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哦 就是我那边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什么 有一个 那个养鸡的嘛 所以 像鸡蛋掉落 还是什么如果 有掉落 他就会到那边去哦 这点也是比较麻烦的 对我来说啦 所以 我是打算这样子 呃,我要把 等一下 我先把它放出来 然后取消他的这个绑定 先取消一下 打下来 然后我先把这个给挖掉 哇,我是要研究他这个 想吗 研究他这个 把东西放上去 花这么多的时间啦 真是太见鬼了 然后我把这边给挖掉 这个我想 中间啊 都留 呃,一格一格一格的 这样的柱子是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啦 哎 不小心打掉了甘蔗 那这边 像这样打掉的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柱子像这样子 那中间也算是有路可以通嘛 也不用说 搞得好像 两边真的都被这个墙壁给挡住了 这样这个农田看起来也不太美观这样子 这个柱子没办法 还是得要 哎呦,我差点打错了 这个柱子也还是得要有的 来,打掉 好,很好 然后差不多呢 我在中间这一边啦 嗯 中间这边 我也虽然是放了水啦 但是中间这边有没有水 其实并不是太重要 所以我这边放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吧 然后呢,我把箱子放在这个上面 这边应该差不多是中间的部分了吧 应该是 然后我再把它给放到它的上面去就行了 像这样 这样应该就会自己去收东西到这里面去了吧 就像这样绑定一下 我再丢一次看看好了 看它是不是会来捡 有了,它可以 哇,它可以过水的 哎,但是它回不去了 它这样它就回不去了 是吧 oh my god 好烦啊 这边再当一个这个在这边 那你可以回去了没有 可以了 有了,它放回去了 很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甘蔗应该已经不会长了吧 哦,我现在非常的累哦 哎,你知道为了研究 让你把东西放进去 你知道我搞了多久吗 还是说是因为你戴了眼镜了 你戴了眼镜之后突然变傻了 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是老花眼镜 还是什么什么迷幻眼镜 对不对 应该有那种 可以让人家那个眼镜 变得那个迷幻效果那种眼镜 你是不是戴的就是那种眼镜 这是见鬼了 好了 终于是把它给搞定了 我,我应该已经分析过它们了吧 这个还没分析过 太好了,我分析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要设法 让它 其中一个可以去把这个农田给 就是收获 收获之后呢 还可以再补种回去 那为了要达到这个功能 当然也有人跟我讲啊 那就是要用这个 傀儡要让它升级 秩序这个东西 让它升级下去 升级下去之后呢 这边是要像这样子来制作 在奥数工作台上面制作 然后 是在这个收获核心这边 后面就会突然多一页 就是秩序升级解锁能力 就是在这边 安装秩序升级的收获傀儡 只是要怎么让它升级啊 是要先把这个放到 右键到他身上之后 然后再把这个核心 在右键到他身上吗 应该是这样吧 那安装这个呢 它会自动播种啊 也就是说 如果说它在收获这个的时候 掉了种子出来 它也会自动把它播种下去的意思吧 所以我们就准备了 要它动起来 但是在它之前 我可能要改变一下它的位置 因为它应该都是16格范围之内的嘛 所以应该就是放在 就在这个假设就旁边这一边就行了 就像这样放着就行了 就先把它放在这边好了 这样它应该会16格之内的都会去收获了就对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先去制作一下那个 这个应该一直要来打我这个 从昨晚就一直要来打我了 反正我先睡一觉吧 虽然是大白天了 不过因为太累了 还是要先睡一觉 因为我们那个什么神智啊 又不清楚了 更麻烦了 我有没有食物可以吃 没有很好 等它收获了就会有了 起床了 起床了 口渴度增了 在我玩了这么久之后 我真的觉得 不用说它降一点点 然后就赶快来喝了 可以降到只要10多% 其实20%你都还有很 很充足的时间可以来喝 好啦 接下来 对我要去做那个核心吧 做这个核心 它也要先把这个 空白之后先做出来 然后要先做出这个 哇好烦 火光明还有能量 火光明还有能量 很好 我又要去找一些这个东西出来 这个要几个 四个吧 这个要两个 再进去一个 就出来了OK 很好 闪耀之光出来一个 所以用它呢 就可以继续来制作东西了 闪耀之光 再来看要怎么制作 不是你谢谢 是你 是要先制作这个吧 只要 红砖头要有四个 红砖头不知道还有没有剩 也许还有吧 然后再丢到这里面去 然后看似要做的是这个收获 所以我要做这个 我要有这些东西出来 那这个当然是各种农作物 就会有了 这个的话就是要那个 锄头就会有了 所以我们先还是要先来搜一下东西啊 一方面是让我自己吃 一方面呢 是 哦天啊 我就不知道他们在收获的时候 会不会还是会有这些东西跑出来 哦他自己他自己去捡东西 等等等等 你你捡东西不要太快 你你你不要捡太快 你可以你可以悠哉一点 悠哉一点 你你中的太快对我来说是个麻烦 因为我会捡不到东西 我自己也要吃的 诶不对 我再去那个箱子里面拿不就好了 哈哈 好啦 这个先把它给打掉一下 那这边我有24个就已经够用了 所以这个胡萝卜本身呢 就会有对 就是那个农作物的那个标识哦 太好了 总而言之的先去把那个合成出来 呵啊 再来就是看那个锄头 我要怎么制作 要用什么样的锄头来了 呃 先弄个锄头出来吧 用这个 他的含量是2哦 一次那个会有2 所以这个再来制作一个 就是那个工具的那个含量啊 会有2 这个再丢进来一下 所以我现在有这个 再来就是看 有有钻 两个黏土 刚好有两个黏土 刚好可以拿去烧一下 刚好就会有了 太棒了 还好还有剩2个 不然我还要去挖 又是一个麻烦了 哈哈 这个再塞一下 工具类 把纸塞到工具类里面去 这个棒子也是 哦 其实我这边就有了嘛 这已经快要坏掉了 丢进去了 所以我可以把一个留下来了 就像这样 这样就行了 这样应该就够了吧 他应该只需要4个吧 收获核心在这里 哦他有5哦 所以我还需要再1把 所以还是需要那一个 还是需要他 3把都得丢 然后 闪耀 闪耀之光是要用来做这个的 来吧 奥数工作台 放上去 4个这个 再加一个闪耀之光 就会出现他 非常好 我忘了戴眼镜了 没关系啦 那个能量并不是说 消耗那么多啦 反正出出门一趟就可以再 再把这些能量收回来吗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看 要来严格计算一下 这是5个 这也叫5个 所以这个就是把胡萝卜丢5个下去 应该就有了 就是这样 3把那个锄头丢下去 还有5个胡萝卜丢下去就行了 然后最后要丢的是什么 哦就是那个东西很好 所以3把锄头要丢很好 好来吧试试看 是不是真的可以 弄一个收获核心出来 喝 来吧 诶怎么又变成这样子了 哇 下面的岩浆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难道我岩浆要先把它捞起来吗 这水越来越少了 应该还可以用吧 好像有点危险哦 1 2 3 3个都下去了 再来就是这个 1 2 3 4 下去吧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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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果然是有了 收获核心就这样来了 收获核心先来分析一下 一定可以分析的 太棒了 哈哈 又把一些能量又都取回来了 等一下怎么了 他怎么出来了 他去哪里了他去哪里了 刚刚是他出来了吗 刚是他刚是你出来了吗 他刚刚应该是要捡我这个东西了 我刚刚这个丢出来他就想要捡 哦 这样太烦了我到时候还得那个 哦 你 这东西怎么在这里 我到时候得规定一下 他只能收获这边的农作物了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很好 然后我已经有这个核心了嘛 所以这个只要安装到他身上 他应该就会动起来了 但是在他之前我可能还要再 装一个秩序核心给他 还有是精力加一个秩序碎片就行了 那很简单 精力什么的我会没有吗 精力应该有蛮多的吧 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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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牛龙在偷窥 他干嘛要偷窥啊 哈哈哈哈 干嘛偷窥 莫名其妙的 哦精力有太好了 再来是秩序的秩序这个吧 之前到处挖矿果然是很有用的 乱挖矿才是正确的 就像这样 再要花10点嘛 绝对有啊不用担心 这个也出来了 那我只是不知道说 要怎么让他去升级哦 他应该不是合成的吧 他应该是 先安装这个到他身上 然后再用这个再安装到 那一个身上吧 所以两个应该要一起做安装的动作 来试试看 或者再看书再看仔细一点 升级 然后 安装秩序升级 应该是对他点右键吧 因为安装核心就是对亏雷点右键 哇塞你的这个尾巴也太长了一点吧 你 来 所以呢 升级吧升级吧 哦果然升级了 哇你的眼睛是黑色的啊 哦 他是放在那个胯下那个地方 所以他开始收获了 他们真的都动起来了 然后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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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秩序升级啦 他有种回去吗 有诶 有诶 他有种回去 有 他有种回去太好了 但是 他收获的速度太快了 那一个来不及捡 这个来不及捡 这个来不及捡 哦还有点就是这边也要有那个 这边也要让他可以过来才行 不然他走不过来 他绕不过来 他不知道怎么过来 他捡的速度有点慢哦 然后 他好像也爱收不收的那一个 爱收不收的 他都会先回家休息一趟 休息一趟之后再继续哦 这边还是要有这个道路可以让他走过来 我们看看他 诶 那个甘蔗他也收哦 甘蔗他也可以收获了 可是 诶不对 那甘蔗是不是我之前自己打下来的 还是他 好像是他打下来的 像蛮不错的耶 但他的范围好像蛮 蛮短的耶 这这边呢 这边他就 哦因为没有种子了是不是 没有种子 种子是被他捡走了吗 没有啊 所以没有种子的话 他不会再把东西再种回来咯 那但是这边呢 他为什么这边就不收获了 我看一下他的范围是几格 几层几的 他没讲 他没讲 收获后的作物会被扔在地上 必须使用其他方式回收 这些收获后的作物 所以我才需要他 他才可以来回收嘛 所以 这边有胡萝卜 在这里 但是他们的腐烂程度都不一样 好讨厌哦 但是这样就是个问题啊 他为什么这边的就不肯收获了 他 这边的有收获到 还是他的范围就是到那边而已啊 他范围只能到这边吗 他的范围总共只有 一格两格三格四格而已吗 四乘四而已吗 我得去试一下 那这样的话的范围也太小了吧 我得再多做一个收获的那一个 然后 把它给安装下去才行 可是这个这样真的太小了吧 先睡个觉再说了 怎么会这样搞的 成熟了 喂 成熟了 喂 成熟了 喂 成熟了 东西成熟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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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开始收了 所以如果有掉种子 他就会 他就去把它种回去 但是如果没掉的话 就不会去种 而且还是蛮啰嗦的 其实 而且他真的只有四成四的范围 所以这样的话 这本书上面倒没写说 他只有四成四 我以为他会跟这个一样 有十六格内 十六成十六的 我把它放在这边好了啦 放在这边 他应该就都会来收这边的东西 有种子掉落 他就会种回去 但是如果没有种子掉落 他就不会种了 那为什么那一个他又不肯收了呢 他在搞什么鬼啊 这个家伙还真是 他有点偷懒耶 这个家伙 是不是他没有任何配件 你是不是又没有配件 然后你就会很不甘心 对不对 还是他的视力不好 会不会跟他视力有关 所以需要给他戴眼镜 他怎么又收了 还是他是动完一次之后 他要休息一下才能再去动啊 有没有特别讲到 他的那个 耐久度高于君子好像是哦 他与大多数其他类型的傀儡 傀儡要更加持盾缓慢哦 是这个持盾缓慢也太过于持盾缓慢了吧 太不可取了 太不可取了 好吧 反正我暂时先把它放在这边 我觉得说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可能要多做一个 还要再放在这边 然后这边一整排可以种满 然后还有一个要放这边 一个要放这边 所以我可能还要再做三个吧 一二三四对啊 我还要再做三个这样的收获傀 然后他的话看 聚集东西的傀儡 需不需要再多做一个 因为我觉得这样只有一格的话 收获速度可能蛮慢的哦 哈哈 好啦没关系啦 反正这一集终于是 让这一整个流程是动起来啦 但是最麻烦的我想 恐怕 我想这个我自己收好了 哎你不要动了 你不要动了 因为 哎我自己收就好 我自己收就好 因为有一些地方 这样就没有种满了 哦这个东西呢 他是不是收不到了 一 一二三四可以啊 可以了可以可以 所以他要来收了 哦 所以他会把旁边的一起种啊 那我我看我把 我再去多做一个 那个什么 冰箱好了 然后我看能不能把这个换成冰箱 对 我把这些东西先收起来一下 我看能把这个箱子换成冰箱 然后 看能不能把东西放在冰箱里面 嗯这个冰箱有不少的点数啊 哈哈哈哈 才发现我其实也还有好多还没有分析过的 好了好了好了 赶快来做这个冰箱吧 冰箱需要青金石 我的青金石又没了 对我没有青金石 所以我现在做不了冰箱没有办法 好吧既然做不了那我也没办法 这个先丢出来一下 这个也忘了做研究 好多东西啊 有的时候真的 真的把他做出来都忘了做他的研究 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最后 呃有人在说我要不要把苍龙再把它给弄出来啊 我我试呢 已经 成功的又再制作了两个房间在那边了 没错我又做了两个房间 其中一个是水族馆 呃不是水族馆就是里面充满水了 所以那个地方我就要养苍龙了 我不管苍龙到最后会有长多大 会不会被卡死 反正我先 把他给养出来才知道 他到底我的空间要不要再加大吗 对不对 呃 我要准备什么东西吗 好像也不需要 对啊 我不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啊 我会来这边干什么 啊食物啦 食物啦 那个什么 这个小麦我先准备在身上一下 就是那个 呃 要把那个恐龙养出来啊 需要很多的营养剂对不对 我发现 面包啊 我发现面包真的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营养剂 呃我先回来这边再看一下 他是不是有多收的一些东西 有干这两个 呃这边看来都有被他收的很干净啊 就差其他的三个角落啦 只差其他三个角落 所以 所以我农田刚刚好的设计就 刚好可以让他们站在中间的地方 让他们自动去采集哦 这 我我当初设计也太刚好了一点 完全是巧合 像这边已经没有什么能量了 但是这种能量是不是加这就很多了 对的蛮多的 加给他就行了 这样应该已经足够了 所以我可以再把一个蒼龙 就他吧 应该就是他没错了 没有图案的嘛 然后ty开头的嘛 还是这个啊 等一下到底是哪一个 应该是他没错 对应该是他没错 先把他放下去 再来他又需要三桶水了 好了已经快要完成了 就 拿出来吧 对就是他了 蒼龙的蛋没有错 哇这蛋真的很大一颗耶 跟其他那个之前比过的 像那个枪击鱼啊 还有我刚刚放 就是我上一集放出来的那个鲨鱼啊 比起来啊 这个蛋真的大了好多啊 但我这一次 我就不在水里面等他出来了 因为他不管怎么样 好像都一定会打我的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大家看这边有水已经流出来了 因为我在这边开了个口 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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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他给放在那个角落 呃 也不用放在角落吧 我把他放在正中央的这个上面 先让我进来就对了 让我进来啊 哇走的好慢 放在这个上面 OK我先离开 先把他封起来 太危险了 先把他封起来 然后我要从旁边这边进来 啊等一下天黑了 天黑他应该不会那个吧 这上面忘了安装那个灯哦 在这边 好安装了 哦他出来了他出来了 但是也并没有显示说 我有那个驯服他啦 会可能 隔着这一道墙什么的 会是一个麻烦点 然后 他是不是想要过去攻击他啊 隔着墙他也想要攻击耶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然他怎么会一直顶在这里呢 好像是哦 隔着墙他也想要攻击他这个苍蝇耶 真是的哦 他已经放弃了 他已经放弃了 到时候再看看吧 他到底会有多大只 我想应该是会真的会很大只 而且 我怎么一把他放出来之后 我的左下角一直开始出现一些错误啊 一直出现一些错误讯息哦 这个苍蝇到底是怎么搞的 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好啦 呃 我要给他上去哦 然后我要把那个半砖铺在 刚刚放的那两个东西上面 那这一集的话呢 我们稍微做一下很多的东西 那主要是把那个给弄出来 主要是让这些傀儡能够动起来 然后收获的真的没想到 他真的只有四成四哦 但是至少我也给他安装了另外一个核心哦 是在他的肚脐眼上 真的变成他的肚脐眼了 然后他就可以自动把东西给种回去 这样真的还蛮方便的 一长起来他会自动把东西再收回去哦 然后我到时候再去挖矿看看 能不能够把这边做一个冰箱 然后再放在这边 这样放进来东西都会是冰箱 都会放在冰箱里面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还有我要再多做三个傀儡 像这样的傀儡 收获傀儡再多做三个 OK 就这样子啊 这一集在这里先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